一人软今天确定在台湾新北市教育局服役 3月5日上午身穿替代一支服的小天现身谋体育场 准备接受一男三小时的职签训练 现场他一身身大逼记者立即蜂拥而上 超免一度混乱 虽然他不答记者的任何问题 但还是一路面带微笑 记者一路跟随他到上课教室 原先他一律必谈记者的问题 但在工作人员的沟通协调下 他还是接受了访问 不过他在台湾新北市教育局服役 他无奈表现难免让人感觉他颇具压力 而被记者问及选择新北市教育局 是否为了方便与女友约会时 他无奈表示绝大部分人都想离家近 自己也不例外 不要这么八卦好不好 对啊 因为坦白说 正常人或者是大部分的人 绝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要距离家里面稍微近一点 那当然我也不例外 那其实新北市教育局 其实是我的第一支愿啊 当天下午一时三十分 脱掉制服外套的小天 准时现身教育局 并专心听同事讲解他即将面对的工作内容 只见他态度严谨 毫无怠慢之意 烘烘啊 一個是自學校退職資料 一個是沒有退職資料 一個是沒有退職資料 你們能往後退嗎 拍你的頭就好了 賣一大顆阿 大家低一點吧 今天大哥我拍一下 那我拍幾個看 好 我們目前的工作就是先把它解決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們剛剛拿出來的學校 最後的時候你要去做訓練 像這個是二庭國中 二庭國中 那十餘三庭區的 二小 二庭國中 三庭區的二庭國中 我們就把它說打核 有的 他就打核 表示來了 因為到最後沒有送到 我們可以去吹牛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謝謝 謝謝 我們就回到辦公室 來小天要去上班了 謝謝 謝謝大家 好